大家好 多谢我施健章继续比赛马深水的时间 我今次精选了第九场三班二千的赛事 有一只马连续两次都是一个长途友好表演 立刻跟大家看看他如何在三班二千之前的赛事 即是上一次是跑第二的 立刻跟大家去见 跟大家看看杨明伦这一只14号的超劲勇士 他是如何跑第二番 看见到14号二档出闸 孔帝衣服那只 现在大约在第七位那只是超劲勇士 他是烟羊色帽的绿红色帽 看见他拿了迷篮 令了两次头14号那只 就是超劲勇士 见到他有个面枯 一路现在就在大约第七位那里 方向头 黄色衣服 11号那只是赤神龙区 1号白色衣服 现在过了头那只是凌架 看见这只超劲勇士在杨明伦的跨下 其实都骑得不错 我们有时候都会说杨明伦骑马 我们都会说他是死火轮 但他发挥这只马 发挥得非常之好 他跑了一半的时候 他也是拿到一条篮 慢慢松着疆绳等马轻松松地放 他又可以跟前面的马保持一定的距离 又不会很堕后 走得挺舒服的 很少看到杨明伦骑马都骑至至在在 放头看到现在1号是单騎放令那只 就是凌架 都说放了两个马位 接着后面追到11号那只就是神龙区 10号黑色衣服那只闪电很容易认的就是水箭龟 3号现在上来的红枝眼跳三就是安城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这只马 转弯进直路的时候 看到这只超劲勇士开始找位 有点好像是坐坐地博士 但是杨明伦都叫做不方不忘 左振右振 左振右振 去到300米的时候 看到有条斯加路走上来的时候 一路推下马有 一路推上来 马有不错的走勢 追上来的竞勢也不错 和前面那两只马都短兵相接 赢了的是安仲 安仲也会和他同场一起跑 但是这只超劲勇士 其实这次他也是骑得非常好 卖变一只紫色的喜连心星 这次跑第三 他来一星期的赛事 都会和他同场出击 其实跑来跑去很多时 在这场都是见惯见熟的马 但是你看到杨明伦 其实这一次他骑2千 即是斗巴道 不是很幸运 就真的输了 你说这次也是回配杨明伦 骑这只超劲勇士 还要的磅真是不重的 我觉得交给他是有原因的 118磅 那八档 杨明伦是习惯的 之前那次 刚才看到2千 他可以拿到位置 上次跑千八 都是拿到位置 一于找他做胆 没问题的 绝对稳定的 另一只大家要留意 就是快益线 上次也跑过第三 那只马开始好 这次用到阿顿哥 很明显 Danny沈稳去的 也是磅 唯一蚀底少少就是 磅 因为背过顶磅 就要考一下阿顿哥的流放 第三个大家要留意 就是飞天神区 10号这只 这次有个轻磅 122磅 三档 上次其实在快速谷 他都输得很近 他那场2千2 都跑过第四 大家都要留意着这只马 最后一只马 其实我都挣扎了一会儿 才去想 因为又有安诚 安重 但是我选了 应该不会太热的西利哥 西利哥今季的演出 其实跟上年都有一定的差距 这次有个四档121磅 还是莫雷拉主理 上次莫雷拉骑的沙田千八赛事 都是输得很近 输过两马位 都是叫做季内比较好表现的一次 其实这只马是将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场赛事 他都有个往迹证明之下 我都投去最后最后的信心的一票 这场我会用轻绑点的超竞勇士 做胆 拖发益线 飞天神区 和莫雷拉骑的西利哥 OK 长途赛事都介绍完了 好搭档Matthew一样的好东西给大家 记住在这片段 金棋勇马 他最近都真的杀得盛气 希望大家在星期日的赛事 一起赢多点 顺顺利利就一起赢八马会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